快吃完了,快吃完了,快吃完了 哇,你這個時候都還命一陣陸戰 嗯,嗯,嗯 鴨兄弟,YO,YO,YO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錄影帶就是 日本神岸川縣的大佑持久先生進來的 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很強大的靈體 在拉開這個大佑持久先生的零背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鬼鴨蟲 這種靈體非常強大,非常愛玩 在日本非常有名 它在日本話叫做空帝 我們姑且稱它為空帝靈 你看它的力氣之大,靈動力之強 能夠把人懸浮在空中 這實在非常令人炸死 等它玩力了以後呢 我想這種靈體它的動機就是要跟它玩 所以你看,它現在把大佑持久先生翻身了 它翻身以後它會開始推動它 它的動機就是要把它叫起床來陪它玩 這個推著推著 但是我想大佑持久先生可能太累了 完全叫不起來 大家也知道在日本 這個摔角是很有名的國翠 所以說這個空帝靈跟大佑先生 現在直接就在做一個壓制的動作 這是摔角很經典的壓制動作 因為它當時還是叫不起來 那空帝靈可能就只好幫它做腳底按摩 跟幫它拉筋 來看看它會不會叫起來 如果再叫不起來的話 一般它就是會用放電的方式 初點半那種感覺 已慢慢出現 想要無時無刻由你陪伴在身邊 這個時候玩累了 可能空帝靈就會拿出它們自己 中間的科學蜜蜜蜜 兩包科學蜜蜜蜜是不快到 還剩一點點 快出來了 你看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阿 可以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OK 哈哈哈哈哈哈 看多訂閱 啊快訂閱 訂閱了咩 訂閱了咩 訂閱一下 感恩訂閱 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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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女子 有形無體 由於媽媽的體質本來就比較敏感 當下馬上就知道她並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這是我聽一位女婿朋友說的新生經歷 在很久以前她住的離島村子裡 發生了專門攻擊嬰幼兒的傳染病 有很多小嬰兒都因為沒能占生病菌 早早離開了世界 那時候朋友還未滿周歲 而或許是當時大人出門不慎把病菌帶回家 導致朋友也染上了這種病 為了醫治她 家中花了不少錢 媽媽也為了照顧她的病情 忙得交頭爛兒 但就在全家人都在為了朋友的病情召集時 她的奶奶卻暗自起了壞心 似乎是覺得朋友一出生就得到傳染病 還家裡花了很多錢 是個很出眉頭的孩子 於是某天 奶奶趁著家中大人都愛出工作時 竟然用布巾將新生孫女包裹著 獨自到村子裡埋葬病死陰孩的地方 丟下朋友之後就偷偷溜回家裡 裝最富沒事的樣子 但還好昌天有眼 在奶奶拋下孫女沒多久後 她的爺爺剛好騎著腳踏車經過附近 遠遠的就看見地上有個布巾很眼熟 快經過布巾時 爺爺便刻意放慢速度 結果就發現了被布巾包裹住的朋友 當下趕緊把他抱起來 小心翼翼的騎著彈車回家 而一到家就遇見了奶奶 當時奶奶看到爺爺手中抱著 剛才被他丟去遺棄的孫女 驚嚇的說不出話來 爺爺一看見奶奶的表情 也馬上意識到這是她做的好事 便立身呵斥奶奶 你敢再抱去丟掉你就試試看 而雖然朋友逃過了此劫 但病情依舊纏綿 在村裡醫療不足的情況之下 她媽媽只好帶著她搭船來到了台灣本島 換大件的醫院治療 而來到了台灣的當晚 母女兩人投出在當地的一間旅舍 結果在洗漱過後打算睡覺時 她媽媽突然看見床邊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女子 有形無體 由於媽媽的體質本來就比較敏感 當下馬上就知道她並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她媽媽懇求的說 有一個可憐的女人帶著生病的孩子 來台灣找醫生治病 拜託你大發慈悲 不要傷害我跟我的孩子 而大概是因為母親對子女的愛感動了她 這名女子露出淺淺微笑 開始用意念跟媽媽溝通 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還告訴媽媽 我很喜歡你的孩子 我不會傷害她 或許是女子的身世也很可憐 她媽媽原本防備的心瞬間被軟化 甚至還跟她微微道來孩子的怪病 然後邊說邊看著勉強睡著的孩子 兩行親類慢慢滑落 女子看見母親非常疼惜孩子 並告訴她媽媽說 不用到大醫院去 只要去某條路上的某間藥局 跟老闆說要哪款藥即可 孩子一定會好起來 女子說完之後 連洗的看了孩子一下 就消失在這個房間內 隔天一早 媽媽用背筋包好女兒後 就背著她來到了女子指點的某條路上 果然有找到一間藥局 她便馬上帶著女兒進到藥局內 購買女子所說的那款藥 所以奇怪 朋友在飲用這款藥之後 身體居然真的漸漸康復了起來 而媽媽也在誠心的跟女子道歇後 便帶著朋友回到了離島 後來等到孩子漸漸長大 她媽媽為了三個孩子的學習 一個女人帶著三個孩子來到台灣定局 當時租了一間平房 裡面是不是是老舊的裝潢 除了簡單的家具之外 甚至放有隔壁房東家的深處排位 但由於那時最重要的就是有房子租 所以她媽媽也沒多要求什麼 便租了這個房子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絲友蘇 我是瘋狗編 終於是週五 每天週五十二點 小編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喔 掰掰 但他們母子四人才搬進來沒幾天 某天晚上媽媽就聽到屋內 傳來又有人穿木機走動的聲音 一開始以為是有小偷闖入的媽媽 起身查看時卻發現家門深鎖 並沒有外人進來的跡象 當時也沒太在意 沒想到一連幾天都聽到這個聲音 弄得媽媽心神不寧 也沒什麼心思顧小孩 當時他就猜想家裡應該有不乾淨的東西 但他叹了一口氣 心裡浮現出各種悲觀的想法 我只是一個可憐的母親 一個女人帶了三個孩子 為了他們姐弟的將來理想背景 如果非得要這樣干擾我們 我們什麼都沒有就命一條 大不了把你們屁屁當彩燒 大家一了百了 而沒想到隔天 房東先生立刻跑來跟媽媽道歉 了解情況後才知道 原來是房東先生夢到祖先 說他們沒有惡意 只是發現家裡有小孩子 覺得親切出來看看而已 請房東快來跟媽媽解釋一下 而從那天起 屋內在也沒有出現過任何目擊的聲響 後來 朋友的姐姐去了附近的幼稚園念書 隔年朋友也進去念了中班 在下午放學時 他們常常會和同學們一起在外面玩 而就在某一天 朋友跟幼稚園同學跑去一間鐵工廠玩 三個人不懂危險的爬上一個鐵架 朋友因為重心不穩就這樣跌了下來 在落下後 又被一旁倒下的鐵片壓傷了腿 躺在地上不斷哀嚎 而在家中介護消息的媽媽便馬上趕到那裡 把女兒送到醫院去檢查爆炸 還好當時並沒有什麼大礙 只需要回家休養一陣子 然而就在朋友受傷後沒多久 他們家裡又出現了怪事 那時候媽媽和三姐弟為了方便照顧都是睡在大同鋪 弟弟睡在靠近走道的地方 朋友則睡在中間的位置 但很奇怪的是 每天早上起床時家人都會發現 弟弟躺在外面走道的地上 而房間和外面走道之間有一個高地差 如果是摔下去應該會痛醒才對 但檢查了弟弟的身上和臉上也都沒有傷口 幾天下來一直都是這樣 於是賭信神鬼的媽媽立刻到大廟去請教神明 神明降價後問了媽媽 你女兒是不是有個看不見的恩人 然後他媽媽就回想起當時在旅社遇見的女子 連忙點頭說是 才得知家中的靈異現象是因為她一直跟在女兒身邊 而當天晚上媽媽沒有睡覺 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結果到了半夜時突然看見那位女子緩緩的現身 她先把弟弟放在走道上後 坐在原本弟弟睡覺的位置 也就是我那位朋友的身邊 仔細端詳朋友腳上的喪事 然後溫柔的撫摸的朋友 就像一個母親一樣哄著女兒睡覺 而得知事情原有的媽媽 之後便把弟弟換到裡面睡 滾入床的事情就再也沒有發生了 後來又過了好幾年 朋友在國中時期因為受到壞朋友的影響 某天晚上偷偷跑去飆車 過了門禁時間很久才回家 便她媽媽狠狠打了一頓 打到手指頭都流血了 朋友就賭氣的回到房間內 躺在床上拉好棉被準備睡覺 而就在快睡著時 她突然感覺到有人拉住她的手 溫柔的在替她插藥 朋友當時以為是媽媽來幫她插藥 便連忙把手抽回來不想給她插 但沒想到朋友在昏暗的房間內 睜開眼睛偷看的時候 竟然看到一個灰色的女人 穿透房門出去了 隔天 朋友跟媽媽說了昨晚看見的人影 媽媽才把前因後果都告訴了她 還說那位女子命不好 被客人欺騙感情後上吊走了 她現在時間到了要去投胎 昨天是最後一次來看朋友 看到她被媽媽打到受傷 所以去房間替她查藥 然後還叫媽媽不要再打朋友了 朋友聽完後 內心對這位女子充滿了感激之情 眼眶也跟著泛紅 她照顧了自己十幾年 但卻都沒有見過女子 也沒機會好好感謝她 只能在心中祝福她 下輩子有個好歸蘇